1945年冬至前夜 一个中年男人混迹在一群即将遣返的日本侨民中 这个人就是九景龙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他被中国宪兵当街抓获 因为军阶级别较高 九景龙被押送到南京陆军总司令部军事法庭受审 南京黄浦路上的立志社 曾经是中国国民政府首脑和官员日常生活及工作的场馆 战后立志社的黄浦厅成了南京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主要场所之一 中国多家报纸对公审进行了报道 上海的和平日报是这样描写当天的九景龙的 矮瘦之九景龙戴深度近视眼镜 以藏青旧西装 翻领山盘山入场 旧被告席 听上询问九景姓名年龄疾惯后 检察官宣布起诉输要点 并由翻译官阻断议成日语 七十多年前大公报登载的一段法庭答辩 使我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审判官与九景龙的激烈交锋 问 为什么你强迫我北平军政首长承认为满 被告访问 这是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方 向谁提出的 问 日本进攻香港 是否企图与德国瓜分世界 答 我是军人 直知奉命行事